作为今年第一个披露半年报的银行,平安银行的零售营收发展势头联好,信用卡流通卡量突破4500万,累计新发卡增速超过80%,这不仅得益于既有的市场空间,还由于平安信用卡多年来致力于发展高科技路线。 平安银行零售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兼信用卡中心风险总监张胜与我们分享了平安信用卡的科技发展之路,他曾在美国老牌金融企业运通公司累积了15年的工作经验,在加入平安银行的6年多里,又推动实施了多个创新项目。 他会如何解读当前中国金融市场,特别是银行业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呢? 在我们中国现在的金融风控的这个圈子里面,有一批人被叫做运通系,那您就是其中之一嘛,2008年的时候就是金融危机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年,但大家依然是心有余悸,然后那个时候您也是还在运通工作,能不能给我们回忆一下,那个时候您在运通是怎么样见证了当时的那段历史,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时压力非常大,从大概2007年的3月开始吧,大概到2009年,经济形势是直线下滑,那么做风险的每天都要看风险的指标,那么看着每天的指标都在往上走,所以当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一方面是要把风险指标压下去,让损失降到最低,另一方面运通是以客户服务为著名的一家公司, 所以特别注重客户体验,说如何平衡我们各种各样的风控的手段和客户的体验,特别在那个形式之下压力是非常大的。 那个时候应对那样的一波风险,经过了那个危机之后,美国整个的风险的控制跟金融业得到了什么样的教训? 现在回想起来,大概对整个美国的风险管理的整个这个行业,我觉得可能有三个很大的改变,第一个就是监管的加强,第二件事我觉得对国内的人来讲可能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大家现在都觉得房贷是最安全的一类资产,永远不会出事。 那你想想十年前整个这个2007、2008年的这个经济危机,其实最最最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房贷的风险大幅上升,最终形成了经济危机。 那第三就是,其实这是一个从技术的角度讲,整个风险行业可能需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全民的负债比是一定要看的。 美国的全民的负债比,如果你看那条曲线,到了2007、2008年,已经超过大概到了120%,那么在正常的时候,美国大概经济最好,风险没有的时候大概是80几。 我们的数字跟美国数字可能不是很好比,我们的统计方式都不一样。 但是那条曲线其实长得非常像,就是说一直在过去10年直线上升。 现在有两个口径,一个官方口径大概是40几。 那么有些经济学家提出说我们的中间统计有些问题,认为已经到了70几、80几了。 其实想想还是有点担心的,就是说这个负债比这个上升,这么多年上升得这么快。 看到您是2012年的时候加入的平安,当时是什么契机选择要回国,然后加入平安? 加入平安其实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过程。 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我一个朋友是来面试平安。 那么是一个非正式的面试,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说我们大家一起谈一谈。 我就在那里碰到了现在谢董事长,大家谈了一个下午,可以说是相谈甚欢吧。 但是当时也没有想到说他们其实也是在面试我,我认为只是大家聊了一下天,就到第二天他们就来邀请我加入。 在平安已经6年了,这6年的体会是怎么样的? 伴随着我们国家其实在金融风险控制方面的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演进,加入了很多新的技术。 就是现在的平安也好,或者是中国的金融风险控制的这个行业,跟当时您在美国比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意图? 平安相对来讲是一个新的公司,那么有两点对我来讲印象深刻。 第一个就是平安在科技上的投入,特别是对新科技的投入,大家现在喜欢讲说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学习算法。 平安在这方面的投入,力度之大,可能是很多传统的银行,无论是国内还国外,是不好想象的。 第二,平安当然了,就是这个发展速度之快。 平安的增长速度都要去掉一个零,是国外大概传统银行业的增长速度。 比如我们的增长速度是70,你觉得很正常的,国外可能就把那个零去掉,7%很真实。 就是说增长这个速度也是在国外很多传统的银行,很难想象说你可以这样子年复一年以非常飞快的速度在发展。 你刚刚讲到这个飞快的增长速度,其实在过去半年的平安银行的信用卡业务上也能看出来。 能不能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过去半年平安银行信用卡业务的这个增长的幅度跟进步。 那我们上半年发卡大概发了900万张左右,速度跟去年比起来都是还是非常快速的增长。 这样快速的业务增长,其实在风险监控上也会带来很多挑战。 现在你们觉得面对的最大的这个风险的挑战是在哪里呢? 你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去应对这些挑战? 我们现在最大的两个挑战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产能的问题。 所有发卡这个销售队伍把申请件带进来以后,我们作为这个审批团队一定要不仅要审得好,还要审得快。 那么我们团队在人力不增加的情况如何达到这样的一个又快又好的这个这样一个标准。 第二大挑战呢,做风险管理嘛,最终目标是要保证资产质量。 这个快其实很容易,我把大家都放进来就快了。 我们保证在快的基础上,这个客户的质量能够得到保证。 你们有什么样的相应的措施去分别应对这些挑战? 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我们叫风险管理3.0。 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过去三到五年,我们实现了一个转型,我们叫1.0到2.0的转型。 就是从人工作业,规则为主的一套风险管理的体系,已经现在上升到了一个以模型为主,以及系统决策相符。 伴随在一起形成我们叫风险2.0。 那什么叫3.0? 3.0就是为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和未来几年的挑战。 我们风险3.0主要是两大块。 第一块就是我们所有东西全部AI化,所有智能化。 第二个就是我们从简单的风险管理到一个我们叫做全面价值管理的一个提升的过程。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两大挑战,比如第一是产能。 产能通过人工智能,我们把很多本来人工作业的东西不仅仅转化为系统决策。 还有一部分比较复杂。 今天人工的作业,我们可以达到一个新的地步,我们叫人机合一。 简简单单的给客户打一个电话,不一定是百分之百是人打,也不一定百分之百是机器在打。 很可能是人在机器的辅助之下来实现这样一个跟客户的沟通的过程,我们叫做人机合一。 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来提升我们的产能,提升我们的效率。 那么从这个质量的角度讲,我个人认为人工智能就是大数据和机器学习为基础在各个方面的应用。 那么通过这个东西我们来提升我们这个风险决策的精准度,来帮助我们实现第二个目标, 就如何面对在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保证资产质量的这样一个一个标准。 您刚刚讲到这个风险管理,能不能再详细一点给我们划分一下,其实这些风险管理是从哪些方面着手的? 从信用卡的角度讲,我们现在主要注重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当然是最重要的就是信用风险的管理。 所以信用卡讲穿了,其实就是一个短期的贷款。 那么一定有一个客户还不还钱的问题。 所以信用风险的管理对我们来讲是第一大块。 第二大块随着现在社交媒体网络的发展,第二大块我们叫尾茂风险。 现在有很多不仅是个人,其实现在有很多犯罪团伙也在做很多尾茂攻击,攻击银行。 第三块我们叫做操作风险。 那么整个银行的运转之中有很多操作的动作,如何保证它做到位,不出风险,也是我们要管理的很重要的一块。 最后一块,平安银行信用卡中心现在也开始慢慢在扩大大规模的做收单业务。 那么收单风险的管理现在成为我们整个风险管理很重要的一部分。 特别想跟您具体地聊一聊关于人工智能AI技术在整个平安银行的风险管理业国当中的具体应用。 因为您刚刚也讲到了平安银行在这方面的研究投入可能说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领先的。 现在我们平安银行的AI技术的应用具体是怎么样结合的? 第一就是在模型方面,我们的模型不仅使用了一些像逻辑回归,决策术等一些很传统的统计类的统计模型。 我们还使用了很多现在比较流行的像GBM等等这样子的机器学习的模型。 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采用了现在这个行业上最流行的叫模型集成的这样一个技术, 把各类模型综合在一起,简单说有点像一个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说最终这个风险的管控是怎么样的。 第二个例子,大家可能现在比较熟悉都听说过人脸识别。 其实我们是在行业最早大规模使用人脸识别这个技术的。 我们从2015年开始,就在销售条线大规模上线了人脸识别的使用。 到今天已经应用了大概接近3000万次,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现在还在进一步的用一些新的技术探索,比如说语音识别。 现在很多客户打电话到这个客服来,经常会被问一串问题,我们叫做合身。 合身的目的是我要保证打电话来的人真的是你说的,你是这个客户,而不是一个坏人在冒充你。 从安全的角度讲,这是对银行对客户的一个安全的保护。 那从客户的体验来讲,不是非常好。 我打个电话,我是要解决问题的。 你问我123456问一堆问题。 那么如果这个语音识别的技术上线以后,我把你的语音留存下来了。 下次你再打电话进来,我就把两段语音比对一下。 发觉说其实我可以确认你讲话跟你原来讲的是一样的,其实就是你了。 那很可能我就不需要再问你一连串的问题了。 从客户的体验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但是从安全的角度讲,我没有任何损失。 第三个我再举个例子,现在大家喜欢用手机。 像我们的手机银行也是,大家在我们现在的客户中非常有口碑的。 我们也面临一个问题,你操作,你说你要消费,你要干什么? 从安全的角度讲,我要确认说操作手机的确实是你,不是你的手机掉了,被坏人失去了,再用。 那么怎么用呢? 那现在说有指纹,有人脸,有密码,实在不行,再问你一些问题。 那这些来说都是一个输入的过程。 我们现在在用一个叫无感的技术正在探索,就是通过说你使用手机的方式,你在手机上触屏的力度,然后你怎么滑动。 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成为一个数据。 从后台来看到说通过这一类的数据,我可以做个判断。 这都是在后台操作的一些东西,从客户的角度讲,它是完全无感的。 这些都是如何通过AI,不仅提升风险管理的能力,还提升客户体验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些是用AI技术来做信用卡的风控能做到的,但是传统的没有办法达到的。 是的,AI我个人认为是大数据和机器算法,和机器学习算法在实际中的应用。 大数据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处理海量数据的能力得到大幅的提升。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跟大没有关系,就是把一些非传统的数据可以变成真正可使用可运算的数据。 人脸识别其实本身就是因为有了深度学习这样一个新的算法以后,才可以实现了画面跟画面之间的比较,来确认它们的相似度。 在这两个基础之上,我们把它应用到我们的安全的人脸识别,无感认知的一个应用之中,才能够做到我们今天想做的事情。 在整个全球范围内,现在有什么更领先的技术,我们也是觉得需要学习的吗? 就它未来的发展趋势会是怎么样,会朝哪个方向继续去点进? 具体的技术很难讲,因为其实这都是每一家自己的一个竞争优势。 但总的来讲,在整个今天这个大的形式之下,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交媒体啊,电商啊,这样一套整个冲击之下, 其实客户对金融业的这个客户体验本身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那么在我看来至少有两样,第一样叫快。 今天电商为什么好?我今天下单,下午就收到了,客户觉得这是很好。 那么从金融服务的角度讲说,我们怎么做到实实化? 第二个客户的一个提升的体验的要求就是个性化。 甚至希望说在我做任何事情之前,银行已经非常了解说,我是C,我的需求是什么? 甚至说在我都还不知道我的需求是什么的情况下, 你可以通过数据可以预测到说你其实想做这件事情,实实化的和个性化我认为是可能全世界范围内大家都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其实我刚刚讲所有的这些东西,数据是最最基础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做得好,我需要对这个客户有足够多的了解。 第二件事我们需要投入的就是对一些新算法的投入,我说要把决策做得更精准。 现在大家都是模型驱动,那么新的算法可以让我们的模型做得更好,做得更精准。 第三个方向,有了数据,有了决策,你怎么把这个决策实施出来? 就需要有一套非常强的一套系统来做,就是数据,算法,系统,可能我们大的方向会继续朝这三个方向来努力,把我们的风险做得更好。